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不管我大肚子难产,跑去给他离婚的白月光当助产师,两天后在医院撞见我时,他当场崩溃,悔不当初,我流产这天。 给林佑礼打了无数个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直到第二天,我才拨通了第一个电话,还不等我的话说出口。 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林佑礼,好疼,随即传来的,便是她低声安抚的声音。 声音很轻,我这头只是恰好能听见。 不过几秒,就见她顺势将电话掐断。 这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窒息地喘不上来。 这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情,着实是精彩极了。 我本和林佑礼约好,一起去我爸家里的,结果没打通她的电话,直到我让人查了她的位置所在。 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产房外,额头上冒了一层层细汗,像是等待新生儿的父亲。 可产房里的那位,并非她的妻子。 我缓缓走上前,站在她面前。 还不等我讲出第一个字,她就率先说道,念念,我不能陪你回家了。 这里全都是孕妇,我不好与她产生冲突。 默默退出医院,只能一个人去了我爸家里。 我爸不知名的情人,已经登堂入室,见我进门,就是一阵冷嘲热讽。 而我只是瞥了他一眼,没理。 自顾自上了二楼,跟我爸说了来意。 他却对我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里有回娘家要钱的道理。 可我结婚之前,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只要一周之内结婚,就给我一半的股份。 看着她,我滴滴笑出声。 一句一句跟她说,这些都是我妈留给我的。 不知道是哪句将她激怒了,拾起桌面上的茶壶,砸向我。 我下意识往后一退,结果被她情人的儿子绊倒。 血,顺着我的下身流下来。 家里乱作一团,我拨了林佑里的电话,又是无人接听。 随即,我又拨了120。 大夫将我抬走的时候,我已经没了意识。 醒来,就是护士在给我换掉瓶。 我抓住她的衣角,低声问道,孩子还在吗? 却见她垂眸,摇了摇头。 一瞬间,掉在我心上的巨石,狠狠坠下,将我砸得生疼。 让我分崩离析。 这一刻,我想到的是林佑里。 这一刻,她在陪别的女人生孩子,而我的孩子没了。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丝丝的痛意让我更加清醒地知道。 林佑里,她不爱我。 我在医院里,整整待了一周。 除了那天拨通的电话外,林佑里没再给我回一个电话,也没发一条消息。 而我所谓的家人,也不曾来看过我一眼。 我一个人办理好出院手续, 又在家里待了整整五天。 林佑里终于回来了。 她推开卧室的门,洗去一身疲惫,掀开被子,躺在我的身侧。 将我拥入怀中,像是曾经无数次那般。 她的吻,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脸上。 恶心感传来。 我伸手将她推开,跑到卫生间。 浮在马桶上,不停地干呕。 整个屋子寂静地没有一丝声音。 林佑里不知何时去外面倒了一杯水。 可我一想到,这是为别的女人服务过的手。 就让我觉得恶心。 我没借她手里的水,绕过她,将床上的被子叠好,就要出卧室。 却被她伸手拉住。 她问我,念念,你在闹什么? 我没闹。 我低声回应,抱着被子出去的时候。 我说,林佑里,我们离婚吧。 回头时,我看到她的目光里有一丝不耐。 她走到我面前,对上我的眸子,问我,为什么? 我们的日子不好吗? 听着她的话,我抬起头,反问道,你知道我们结婚几年了吗? 你知道我和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吗? 或许你知道,我才是你的妻子吗? 我的质问声一句比一句大,眼泪也抑制不住地从眼角滑落。 我等着林佑里的回答,可她却不耐烦地醋了醋眉,想抱过我的被子。 见我往后一退,她才出声道,别闹了,这都几点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行不行? 你嫌我烦是吗? 是我让你这么累吗? 你知道你在陪别人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吗? 她静默地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的话。 我垂下头,滴滴笑出声,嘲讽之意蔓延开来。 可我的心,却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根本喘不过气。 我不再看她,自顾自出了卧室门,刚要进次卧的时候,就被她拥住了。 她说,对不起念念,我们不离婚行不行? 在黑暗里,我垂下头,轻声说道,可是林幼里,我不叫沈念念。 我和她的白月光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年和念。 可她一直分不清,我叫年年,还是念念。 一开始,我只认为是她喊的音调重了,所以不曾纠正过她。 直到那天,我在电话那头,听见她说,念念不疼,温柔缠绵的音调。 就像是每次动情时,在我耳边唤我的声音,令我恶心至极。 这个名字像是一把刀,在我心口不断凌持着我,疼得让我喘不上气。 以前我不知道的时候,并不在意音调高了或者低了。 可现如今,我忽然在意了。 林幼里,放开我。 她松开我,我打开次卧的房门,将她隔绝在门外。 这些年像是一场梦,如今像是梦被扯醒了。 心脏突突地跳,我已经哭不出来,也不想和她闹。 原以为日子过了就好了,可今天终于意识到,日子过不下去了。 她从来没有放下过她的白月光,而我的耐心也渐渐耗尽。 也是我才意识到,在这三年里,没有一刻,她将我放在心里过,更从未在乎过我。 从未,我和林幼里的一切都很仓促。 相识也是在一场联谊会上。 她与我相识的第一面,就问我, 你同事说你想结婚,我也缺一个能结婚的人,你看我行不行。 听到她的问话,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林幼里不认识我,可我是认识她的。 我们初中高中都是在一所学校里读。 她是榜单上的第一名。 而我与她的距离,隔了千千万万个学子。 她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我抬头看向她,低声问道,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看起来很乖啊。 很乖我原以为是什么夸奖人的话。 婚后我才知道,是在说我听话好控制罢了。 我俩认识的第七天,去民政局领了证。 婚后的每一刻,我都想让她问我, 我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她结婚? 可她从不曾问过。 甚至家都不怎么回。 逢年过节,都是我一个人拎着东西,去看她妈。 而她妈见了我,总是催运。 我试着跟林佑里说过,她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 原以为是她不喜欢孩子。 怕孩子绊住她,让她操心。 可如今我才知道,她在等什么。 她在等晨念,在等她离婚,替她照料孩子。 思及此,我越发觉得窒息。 翻来覆去,如何都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外面一阵响声。 还以为是哪里炸了,出去的时候,就看见林佑里端着一盘糊掉的鸡蛋。 还有黑漆漆的石书。 她簇着眉,低头看着桌面上的东西,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我心里越发悲弃。 和林佑里结婚之后,我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家庭。 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来做饭。 林佑里胃不好,不爱吃早餐。 又很挑剔,早上要有石书。 我为了学做菜,手上烫出一个又一个泡。 可她从不曾看见。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林佑里看着我,不知道想说什么。 还不等她讲出口,我回了卧室。 随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拖出我的行李箱。 见林佑里走进来,低头将我的箱子合上。 我抬头看她,却见她弯唇一笑,年年吃饭了。 见我不动,她牵着我的腕子,别闹了。 我们不等她将话说完。 我不耐烦地甩开她。 林佑里,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吗? 她不知道。 这些年,我几乎将自己的喜好全都摒弃。 吃穿用度,按照她的喜好来走。 二十一天,就能养成一种习惯。 而我,做这些,做了整整三年。 在这三年间,我不曾借过林佑里的事,更不曾利用过她。 可她依旧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痛快地与她结婚。 我往后一退,与她拉开距离。 目光里已经没有任何起伏。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她。 我们静默了半晌。 她才开口道,年年,不闹了,行吗? 好,我如此回应。 看着她松了一口气,就在她坐下的那一瞬,我又重提之前的话题。 我说,林佑里,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结束吧。 我离开家的时候,漫无目的地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 最终,随便找了一处附近的酒店落脚。 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六年,却没有一处容身之所。 也是好笑得很,一日一日地过。 我租好了房子,给林佑里发消息,问她什么时间有空,去把离婚办了。 可她没回我。 索性,我就去家里找她,推开门的那一瞬,我看见陈念在客厅里给孩子喂奶。 客厅里的小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 如果不是我自己打开的门,恐怕我会认为是自己进错了家门。 林佑里嘴上说着不离婚,可她还是将人接回家里了。 陈念穿着我的睡衣,穿着我的拖鞋。 就连茶几上的杯子,也是我常用的那个。 这一刻,我恶心地讲不出话来,就如此正在原地。 我看着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轻声跟我说道,你找佑里是不是。 她出门了,你可能要等她半个小时。 温声细语,一副笑颜。 恶毒的话耿在嗓子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像是一个女主人,招待着外面来客。 可殊不知,这里曾经是我的家。 我站在原地没动,听到电梯声。 回头间,我看见林佑里朝我走过来。 她一手提着奶粉和尿不湿,另一只手里还提着小衣服。 而陈念自然而然地接过去,将东西放在沙发上,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看到这一幕,我不自觉笑出声,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我直勾勾地盯着林佑里,问道,林佑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把人带回家吗? 我们还没离婚呢? 年年,我们去卧室谈。 这一刻,她怕陈念听见我讲不堪的话,怕脏了她的耳朵。 她抓住我的腕子,将我拉入卧室。 门关上的那刻,将孩子的哭声与哄孩子的声音,一同隔绝在了门外。 我就与她面对面站着,她的毛子里没有任何情绪。 或者说,她不愿意在我的面前流露出一丝丝情绪。 隔了好半晌,她才说道,念念就是没地方去,才来我们家里住几天,等她找好地方。 我肯定,她的话还不曾讲完,我就书弟将其打断。 我问她,林佑礼,你就这一处房产吗? 这一下,轮到她说不出话了。 一秒,两秒,三秒,她没有解释,她也解释不了。 我滴滴笑出声来,往后一退,与她拉开距离。 在来找她之前,我还心存幻想。 我想,只要以后林佑礼不和陈念联系,我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 可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她爱她,就是她爱她。 一切都改变不了。 算了吧,林佑礼,你承认吧,你就是还爱她对不对?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可她不敢指示我。 她的每一秒沉默都像是在我的心肩上寸寸凌迟,将我的心撕碎。 这一瞬间,我明白了,任何的话都没了意义。 胸间的窒息,使得嗓音都变得嘶哑。 林佑礼,我们都快离婚了,你也不问问为什么当初我为什么和你结婚吗? 她低下头,对上我的眸,轻声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呀。 我喜欢林佑礼。 高中时期,我走过她走过的每一条路,看过她和别人一起打篮球。 甚至是听说她要报北城大学,我才拼了命地学习。 还好,压陷过了。 我在她的光芒之下,变得暗淡。 也从没想过,她能回头看见我,我就想,一直在她的身后就好。 她与我提起结婚的时候,我心里又起了息迹。 我想,在一起,久了怎么也会有一丝丝喜欢吧? 可从不曾想到,不爱就是不爱。 在一起多久都改变不了,她满心满眼都是陈念。 即便是陈念曾经和别人结过婚,即便是她怀里的孩子是别人的,她都可以视如己出。 我拉开衣柜,看见里面堆放满了小孩子的衣服。 林佑礼对陈念的孩子那么好。 而我那个没成型就没了的孩子,像是祭品。 为他俩的爱情做了陪葬。 我翻找着衣服,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滑。 林佑礼就站在我的身后,不出声,也不动。 我拉出那个大行李箱,将东西扔进去,又去收拾我的首饰和化妆品。 可桌面上,没有我的护肤品。 还不等我回头去问林佑礼。 就听见一阵敲门声。 外面的女人说, 佑礼,乳液用完了你能不能出去帮我买一瓶。 砰的一声,像是一块巨石砸在我的心上。 未经我的允许,她就擅自将我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原来我的东西就这么不值钱。 她无措地冲我解释,可她的解释又是那般苍白。 她说,是她来得太急,没来得及买。 我装作无所谓,眼泪却率先流下来,擦掉眼泪,我回过头去。 问林佑礼,你喜欢孩子吗? 还是你只喜欢沉念的孩子? 她没回答,又是沉默。 不过没关系,答案到底是什么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将行李箱盒上,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放在桌面上,签了之后,找个时间我们去趟民政局吧。 年年,很快我会把念念送走。 听到她说这句话,我不耐烦地醋眉。 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我拉着行李箱出去,沉念就在门外。 看到我,浅浅笑了笑。 她走上前,手自然而然地搭在林佑礼的手臂上, 和她说话,佑礼,我的乳液用完了,能不能帮我去买一瓶? 她说,好,他们俩的对话过于日常,听得我心里直犯恶心。 我保持着体面,拉着行李箱下楼,坐在花坛边上缓了好一阵子,才彻底缓过来。 林佑礼拎着车钥匙下楼,问我,需不需要? 只是没等他讲完,我就拉着行李出了小区。 是的,我不想听见他讲话。 随手拦了一辆滴士,将我送到出租屋里。 这里,算得上家图四壁。 简简单单的装修,只有简单的家具,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在沙发上窝了一宿,才去外面采购。 林佑礼和我订好离婚的日期, 他说他来接我。 那天,他将车子停在楼下。 我缓缓走下去,看着他已靠在车上等我。 一如我们刚结婚那会,要立恩爱夫妻的人设。 所以他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我收拾得慢,他便先去车库等我。 看着我远远走来,会叮嘱我说, 慢点,不会迟到。 压下心脏处传来的疼痛,朝着他走去。 或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再见了。 我坐在副驾时,与他一路无言。 在民政局门口,他锁了车门,与我坐着。 我不解地看向他,只听见他说,陪我坐一会,就五分钟。 在这五分钟里,只有他问我一句,你会后悔吗? 听到他的问话。 我笑出声,随即回应道,临幼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和你结婚。 这是我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与他结婚,我什么好处都没有。 还甘愿给他做了三年保姆。 他有权有势,但我从来都没让他为我做过什么。 我也没有利用他得到过什么。 可我丢了一个孩子。 我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小孩。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只觉得释然。 他将我送回去,我摘下手上的婚戒,装到早已准备好的盒子里。 放在他手里,临幼里,这个也还给你。 他钉着手里的戒指盒,书地红了眸。 那一刻,我只觉得可笑。 这么多年都半分不爱,这会了又装什么? 我开车门下车,朝单元楼里走去。 却见他追上来,跟我说,年年,那处房子留给你,我会搬走。 不用了临幼里,我不需要。 那个地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 一想到陈念在那里住过,我心里就不舒服。 而且,我需要的哪里,仅仅是套房子。 是我爸手里握着的公司。 当年,他骗我签下股份转让协议,又将我从公司里踢出去。 还以为林幼里能帮帮我,可他选择了不闻不问。 我窝在沙发上,盯着面前的白墙。 手狠狠攥起,指甲嵌入到了手心中,都没有察觉。 即便是我什么都没有,日子总得过。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解决眼下的问题。 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听见敲门声。 拉开门的那一瞬间,我还以为是我出现了幻觉。 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江书宴。 只是,他一直待在国外,不知道怎么就回来了。 他红着眸看我,半句话不讲。 我往后退了一步,让他进来,打趣道,这是知道我离婚了,特意回来祝福我的。 他环顾四周,眸子里的韵怒更盛。 问我,林幼里呢? 我将门关上,随口应道,当然是在他家里,不然还能在哪。 江书宴做事要去找他。 我拉住他的腕子,摇了摇头,算了,你别闹,别给我添乱,算是我求你。 沈年年,你受了委屈,为什么不找我? 我能给你撑腰? 他语气里的心疼尽险,我的鼻子一酸,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也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愣在了原地。 这么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说可以为我撑腰的人。 可我早习惯了一个人。 江书宴将我拥入怀中,低声说道, 对不起,是我不应该冲你这么吼。 江书宴,是我做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得彻底。 当初江书宴说,我爸压根就是在糊弄我, 让我别听。 可我还是信以为真, 选择与林佑丽结婚。 当时,隔着手机屏幕, 江书宴跟我说, 沈年年,你可千万别犯傻, 林佑丽他这人心思深, 你拿捏不住他。 我说,没关系, 我们之间都是利益, 没有爱情。 在屏幕那头,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沉默不语, 默不作声挂断电话, 发来一段文字。 他是知道, 我喜欢林佑丽, 所以劝我谨慎再谨慎。 可我依旧是不听劝地迈进去。 最终,跌入万丈深渊。 江书宴住在次卧, 一直陪我。 他知道我手里没钱, 也不敢用我妈留下的那笔。 就帮我买了一些家里用的东西。 这么多年, 他很照顾我。 就像照顾妹妹那样。 江书宴得到消息, 审视有人要抛出一部分股份。 恰好, 那位是我妈的老朋友。 他帮我约了人, 陪我去与他见面。 出来补妆的时候, 在卫生间里撞见陈宴。 他看见我, 证了一下。 继而问我, 沈年年, 你知道为什么林佑里 这么多年都不爱你吗? 我擦手的动作一停, 回头看他。 巧的是, 他也正从镜子里看着我。 他弯弯唇, 轻笑着说道, 因为你只是一个保姆, 给他提供不了任何情绪价值, 而我能。 他讲完这句话, 我没忍住笑出声, 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他的面前, 反问道, 你能给他提供什么价值? 一个年老色衰的初恋, 还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或许是不知道, 我会这么咄咄逼人。 他彻底说不出话来。 沉默了大概三秒, 他才又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你流产那天我们撞见你了, 只是又理他, 话还不曾讲完。 我就听见身后一声响, 回过头去, 是江苏燕一拳砸在了林佑里的脸上。 他往后亮枪了一下才站稳, 看着他攥起的拳, 我跑上前, 挡在江苏燕的身前。 林佑里的拳头就落在我身后两厘米的地方, 他的毛子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我回头看他, 又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陈念, 将堵在心口的问题问出来, 林佑里, 你知道你陪着陈念生孩子那天我在做什么吗? 他看着我, 眉头微微促起, 答道, 你不是去你爸那了吗? 我垂眸, 说了声势, 随即又补充道, 我不仅去了我爸家里, 我还流产了, 而你在陈念生孩子。 陈念说, 你在医院看到我了, 所以林佑里你, 扪心自问一下, 你当时为什么没来看看我? 这下他将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地往后一退。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怀孕了, 现在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就连陈念都知道的事情, 可他不知道, 明明稍微关注一下, 或者查一查就能知道事情。 我遥遥看向陈念, 又看了看阿姨怀里抱着的孩子, 笑了一笑, 才又说道, 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三口, 我和你就只是搭伙过日子, 江书彦拥着我离开, 看向林佑里时, 翻了个白眼。 我倚靠在墙上, 心里的藤饭上来, 缓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而后才又进了包厢。 为了拿到股份, 我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江书彦抓住我的手, 小声劝我, 可劝不住, 这是我必须拿到的。 临走时, 我醉意上头, 站都站不稳, 却看见林佑里站在门口等着我, 看见我出来, 伸手抓住我的腕子, 而江书彦抓住我的另一只手。 林佑里跟我说,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年年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抬头看她, 用我那双不太清明的毛子, 浅浅笑了笑, 说道, 林佑里, 我太累了, 所以拜托你, 别再让我看见你了, 求求你。 江书彦扶着我离开, 我没回头, 也没再去看林佑里, 因为不重要了, 之前的所有都不重要了。 自那天开始, 林佑里开始每天来我楼下, 一坐就是一天一夜。 我在楼上看着她, 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沧桑。 江书彦打去我, 我也没往心里去, 自顾自回了房间。 夜里睡得不安稳, 终究还是下去了。 看到我下来, 她一副欣喜若狂的模样, 开始跟我说, 我把陈念送走了, 以后就我们两个人好不好,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这句话让我笑了, 抬起头看她, 我不知道她毛子里是什么情绪, 或许是后悔陈念生孩子, 或许是后悔那天, 没陪我去我爸家里。 又或许她只是在为那个没有成型的孩子可惜。 可我不想懂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开口道, 林佑里, 别再来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伸手想抓我, 我躲了一下, 她的手将在空中。 我曾经真的喜欢过你, 很喜欢, 可那是曾经了。 以后如果在生意场上见到, 到时候你就把我当作是陌生人, 对你对我都好。 话音落地, 我转身就走。 林佑里开车离开的时候, 我松了一口气。 她没日没夜地不吃饭, 在我家楼底下, 我怕她晕在那儿。 到时候, 麻烦的还是我。 江书彦看见开门进来的我, 择了一声, 还是舍不得。 我没作声, 降门关上, 脱下大衣, 挂在衣架上。 江书彦敲了敲桌面上的合同, 我瞥了一眼, 翻开。 那百分之三的股份, 江书彦替我收购了回来。 这是我进入审视集团的第一步。 以前审视不叫审视, 是我爸抢走之后给他更名改姓。 可这些都是我妈的东西, 我不能让他落入外人手里。 江书彦没正经地倚靠在桌边, 冲我挑眉, 不屑我。 我去换衣服, 请你吃饭。 在路上, 江书彦一直喋喋不休, 从天文地里聊到诗词歌赋。 我笑着跟在他身后, 不言语, 他就自顾自地说, 话多地往外躺。 回去的时候, 在车库里看到了陈念。 他疯了一样跑过来,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抓住我的头发。 一遍遍遍问我, 是不是给林佑里吃了什么迷魂药, 怎么就把他赶走了? 我安抚他, 让他冷静。 江书彦也不敢贸然上前, 怕他手里的力气伤了我。 陈念双眸通红, 无助地望着我。 我低声说道, 陈念, 你这么爱林佑里, 为什么没和他结婚? 反倒是嫁给了别人。 他说, 我没那么爱他。 是了, 他爱的哪里是他这个人? 而是他如今的权势。 他们恋爱的时候, 林家的掌权人并非林佑里。 是他一点一点抢过来的, 一路荆棘。 可就是这么难的时候, 陈念选择嫁给了别人。 嫁给了一个情绪不稳定, 但是家里有钱的二世祖。 所以陈念, 是你先抛弃的他, 不过他现在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不要他了。 我回头看陈念, 却见他恶狠狠瞪着我。 半晌我又补充道, 你要, 尽管自己去追, 你要不放开我, 江书彦, 会报警。 不知道是他听了哪句话, 就松开了我的发, 正正看着我。 我知道, 他不容易, 丈夫有家暴倾向。 一开始, 他想要利用林佑里, 帮他脱离苦海。 可后来他又想要得到林佑里。 我走向江书彦, 他看着我的脑袋, 轻轻揉了揉, 问我, 疼吗? 不疼。 我如此回应道, 路上一路沉默, 等到家之后, 我突然撑不住了, 累得半步都不想走。 江书彦扶着我, 我靠在他的肩上, 低声说道, 江书彦, 我好累啊。 他说, 歇一歇也没什么, 可我不能歇。 我爸快要和他的情人结婚了。 我用我妈留下的那笔钱, 收购股份。 一开始还要找到那些股东, 好言相劝。 他们看我年轻又是个女生, 便刁难我。 后来, 他们找上我, 愿意让我用最低的价钱收购。 我知道, 应当是林佑里在背后有动作, 可只要他不来找我, 我便不去找他。 这些好意, 他给我, 我便收着。 就在我将一切准备完全的那刻。 我爸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那头他非常虚弱, 他说, 年年, 来见爸爸最后一面吧。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的诡计。 心里打鼓, 不知道真假。 江书彦提议陪我去。 在路上,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 却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爸得了癌症。 看到人的时候, 我没敢信, 原本胖乎乎的老头, 现如今已经是皮包骨头, 让人看得心酸。 而这也不过才过了一年而已, 我也没见到他的情人和他所谓的儿子。 家里值钱的东西, 也已经被变卖。 他躺在床上, 手上打着针。 家庭医生跟我说, 沈小姐, 沈总就想走之前再见你一面, 他说应该把东西还给你。 的确应该还给我。 我妈死的那年, 是我十岁生日那天。 我爸出轨之后, 家里便是无尽的争吵。 他得了抑郁症, 很严重。 有时候失控, 想要带我一起死。 他怕伤了我, 清醒的时候, 他穿着婚纱, 割了腕。 血浆浴缸里的水染红, 他用最后的意识 喊了我一声。 可我没听见。 那天, 我爸抱着他下楼, 我牵着他的手, 跟他说, 妈妈, 你醒过来以后 要陪我过生日好不好。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爱我爸, 爱得失去自我, 只剩下银河。 我坐在床边, 看着床上的人, 低声问道, 你后悔过吗? 他说, 不后悔, 不能后悔。 年年啊, 爸爸要去见妈妈了。 听到这句话, 我叔弟笑了。 眼眶里的眼泪蹦出来, 擦掉, 又流。 隔了好片刻, 才低声道, 他不想见你, 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了, 你不要去找他, 打扰他的宁静, 话音未落, 就见他已经合上了谋。 在我的记忆里, 他们相爱过, 可是时间长了, 不知为何, 就开始有了厌倦之意。 我妈嫌, 我爸晚上回来的晚。 我爸嫌, 我妈炒菜嫌。 一些小事就开始争吵, 直到我爸出轨, 我妈流产, 两个人的关系, 才彻底分崩离析。 日子一日又一日, 最终走向了互相厌倦。 我妈活着的时候总说, 年年啊, 你以后一定要找一个 对你好的男人结婚, 千万不能像妈妈一样, 飞蛾扑火地爱一个人。 当我记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嫁给了林佑里, 原来恋爱脑也遗传啊, 想到这, 我笑了一笑, 缓缓站起来。 冲江书彦说道, 不用约陈老了, 我爸没了, 所以一切终将回到原点。 听说, 我爸得病之后, 那人只想着多捞点, 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 对他的照顾, 也不尽心尽力。 加上那个孩子也不是他的, 所以他决定把所有东西给我, 觉得留给谁都是留。 听到律师提起的时候, 我隐隐发笑, 他疼爱这么多年的女人, 甚至想要把全部都交付的人, 却与别人生了孩子, 真的可笑。 最终我签了遗产继承的那份文件, 回去的路上, 和江书彦去超市买东西, 看见远远走来的林佑里, 江书彦揽住我的腰, 低下头去, 在我耳边说道, 年年别动, 我用余光, 看见林佑里双眼通红, 那双手紧紧握紧,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两分钟, 江书彦才松开我, 朝着林佑里打招呼。 林佑里走上前, 抓住我的腕子, 和我谈一谈。 我看了江书彦一眼, 在心里打鼓, 最终点了头。 我俩站在寂静的楼梯间里, 一言不发。 原本我想, 要是再这么沉默下去, 索性我扭头就走, 还不等我想好要怎么体面地离开。 就听见林佑里问, 我没机会了吗? 我没打, 只是看着她。 曾经我是真的喜欢她, 那种喜欢超越了对自己的喜欢。 可是, 那是曾经了。 我低下头, 轻轻一笑, 说道, 林佑里, 那些都是曾经了, 过去的便让她过去。 她眸子里的光, 暗淡了几分, 最终直哑声说了一个好字。 我离开的时候, 江书彦正站在门外等我, 见我出来,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她跟在我的身侧, 一言不发。 在车上也是半句话不讲。 等到家门口, 我想下车之际, 她锁了车门。 我回头看她, 问她, 怎么了? 你考不考虑和我在一起? 她不加以羞逝地问句, 让我震住。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 想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开玩笑的迹象。 毕竟江书彦这人说话, 从小就没什么正经。 可是我左看右看, 她皆是一本正经, 半分都没有开玩笑的迹象。 甚至又一次地重复道, 沈年年, 我喜欢你, 你考不考虑和我在一起? 对不起。 我垂眸, 低声道, 我们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对你没有任何超出好朋友的情谊。 是了, 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四年, 认识太久太久了, 爱也只是家人的那种爱。 这么多年来, 她对我好, 我原以为是我爹不疼又没妈, 她才照顾我, 从不曾想过她喜欢我。 好, 她如此说道。 而后又轻轻一笑, 我说, 让你等等我, 可你却先结婚了, 可见你是不喜欢我。 车里陷入寂静, 两分钟之后, 她才又补充道, 我走的时候你会去送我吗? 我抬头看她, 拍了拍她的肩, 我会去送你的, 到时候你过年回来, 我请你吃大餐。 在她走那天, 我去机场送她, 看着她进了安检, 我开车回到以前的高中, 恰逢放学, 她们追逐打闹, 一如那个年纪的我们。 一个女生跟在一个男生后面, 与她相隔一段距离, 她就低着头, 跟着她的步子, 一步一步往前。 看到这幅场景, 我好似想起年少时的我, 那个时候的我怕也是如此。 我跟在林佑里身后, 不奢求她, 回头看我一眼。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 我却不再追逐她。 或许有些人是注定走不到一起, 在一起便是折磨。 盯的一声, 闹铃响了。 爱情并非生活的全部。 从现在起, 我应当谨慎地选择如何去生活, 而不是回到过去。 我得往前看啊, 不能回头。 过去的过不去的, 都会过去的。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